嗨 我是元庚 在前面的影片我們都已經知道 登山車胎壓對於騎乘是有很大的影響 但到底會有多大的影響 大家可能也沒有辦法想像 所以今天我們要直接實測 為了讓登山車胎壓變成主要的影響因子 所以我們會使用Specialized Epic HT的車款 搭配馬吉斯的ICON 它是29x2.2的胎寬 那這是一款單避震的車款 所以在騎乘的時候 輪胎就成為最關鍵的因素 我們會分別使用四種不同的胎壓值 分別是45PSI、35PSI、25 和阿根比賽的時候 前輪是17PSI 後輪18PSI的設定 我們會選擇一段1.5公里的繞圈路線 在這段路線裡面 分別有爬坡、下坡和一點點的平路 我們會利用這段路線去觀察 在不同胎壓設定的騎乘感受 我們就準備上路 我們已經完成了四種不同胎壓的測試騎乘 那在這四次騎乘當中 其實光是在完成時間就有非常明顯的差異 我們從45PSI是以5分07秒的時間完成 那到了阿根競賽的胎壓設定 前輪17PSI、後輪18PSI 最後完成時間是4分33秒 兩者已經有將近30秒的差異了 那這其實以1.5公里的距離來說 其實是非常大的差異 我們如果看到平均瓦數的部分 你如果看著45PSI的騎乘 可能會覺得 其實輸出反而比較低壓 但其實實際在騎乘的時候 是因為這個胎壓太高了 導致在騎乘的過程當中 你每次想要增加一點輸出 這個地面的反饋就會變得非常的明顯 沒有辦法在騎乘過程當中 再多輸出一點 所以你可以看到隨著胎壓的下降 來到35、25的時候 輸出的功率都會慢慢的提升 完成時間也變得更快 但是比較特別的是 當進到阿根競賽的胎壓設定的時候 反而功率又慢慢降回來了 代表在胎壓設定上 如果你找到一個適合的胎壓 它除了可以幫助你採出更多的力量 更多的瓦數之外 也可以讓你用比較有效率的方法 完成路段 這是在計時和功率上 我們光是這兩點 就可以感覺得出胎壓設定的重要性 如果我們在利用Garmin的自行車馬表 它裡面flow數值的呈現 利用馬表裡面的陀螺依感應 因為你在騎乘的過程中 如果有太多的煞車或者是晃動 都可能造成車身的不穩定 它會利用這個數據 去幫你分析出來 這個數字越小 代表你騎乘的越流暢 我們如果從45PSI和35PSI都可以發現 都是已經超過5以上 就是相對來說比較不流暢的 騎乘表現 隨著胎壓逐漸的降低到25 和競賽的胎壓設定的時候 flow的指數就會越來越低 越來越接近我們實際比賽 期望看到的數字 那當然因為這個距離只有1.5公里 有很多狀態 都可以稍微用自己的體力去彌補 那如果扣除一些比較高技術的路段 我們擷取的四段比較平緩 那帶一點點爬坡 路段不會有太多彎曲 但是有一點點 例如說樹根啊 石頭需要閃避的路況 它是一段直線 我們取了四趟騎乘 同樣路線的時候的流暢指標 那在這個指標當中 綠色代表非常流暢 紅色的點呢 可能就是你在這個過程當中 車身的晃動比較大 那我們可以看到 隨著胎壓越來越接近比賽的設定 紅點的數量是越來越少的 所以你可以發現到 即便不在很高的技術路段 如果你的胎壓設定是不完全的 你在騎乘的過程中 這每一個紅點 都代表你的體力損耗 因為你可能把手會需要很大幅度的轉動 或者是剎車要用的比較多 這都會造成你在速度上而流失 那當然你為了要把速度再帶起來 整個功率的輸出啊 或是踩踏的節奏上 都會不斷的被破壞 又要重新再調整一次 那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在NP方面 4趟的騎乘 NP都很接近 所以你可以發現 即便平均的功率是低的 45PSI可能要很多次的 減速、加速、減速、加速 所以實際上浪費掉的體力 幾乎是一樣的 那我們今天針對4種不同的胎壓值 和大家做分享 我們用了單避震的車去做測試 少了後避震的吸收啊 這些數據 會變得非常有參考的價值 那當然大家如果對於 單避震車和雙避震車 騎起來有什麼樣的差異 我們之前也拍過一次比較的影片 這是我們今天的評測分享 那我們今天其實只做了1.5公里 短距離嘗試 或許之後我們可以再試試看 更長距離的騎乘 來比較在不同胎壓值上面的表現 那當然也提醒大家 從我們表看起來啊 好像是胎壓越低越好 但其實這個低也是有極限的 如果你的胎壓過低的話 在遇到石頭啊 或遇到一些障礙的時候 也有可能造成你器材比較容易損壞 最適合的胎壓 可能要再花一點點時間去思考 那我們在和TOPIC台灣合作的影片當中呢 有和大家分享了 胎壓設定的一些邏輯 大家也可以看看那支影片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